我們要錄 C-chart 做好了我們的設計圖 接著我們就試著用 Migration 把它做出來 到我們的 Terminal 切到我們的資料夾 然後我們現在來使用指令 php-artisan 來做什麼呢 來建立我們的 Migration make-migration 好 那我們要建立的是 create-host-table 那 Migration 這個指令呢 其實我一開始有點困惑 一下是 Migration 一下是 Migrate 那到底要怎麼區分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我們這邊要建立的是一個東西 artisan make 它要建立一個東西 像我們也有 make-model make-migration 我們之後也會 make-controller 就是去建立一個東西 所以後面呢 接的是一個名詞 那 Migration 就是一個名詞 所以我們這邊用的是 Migration 不是 Migrate 那 Migrate 是一個動詞 所以我們之後啊 會用 php-artisan 做 migrate 就是請它去執行 Migrate 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在這邊 會有兩個 看起來都是 Migration 相關的單字 但是它的用法不太一樣 主要的差異呢 在這邊 一個是建立一個 Migration 的檔案 那一個呢 是直接去執行 Migration 那等於就是執行 Migrate 的這個操作 那它就會去讀到我們 Migration 的檔案 然後去執行 所以呢 這樣的兩個單字的差別呢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這邊呢 要先做的是建立一個 Migration 的檔案 所以我們是 make Migration 建立一個 Migration 的檔案 叫做 create-host-table 那這邊是複數型 注意一下 好 執行以後呢 它就幫我們建立一個新的檔案在這裡 好 建立好之後呢 我們就回到 Atom 好 那我按 command-t 去找到我們的檔案 好 我們剛剛那個答案呢 是 create-host-table 好 就是這一份檔案 create-host-table 好 到我們 create-host-table之後呢 你會發現我們有 up 跟 down 這兩個 對吧 好 那一樣呢 它很聰明的知道我們要建立的是 post這個table 所以它都幫我們寫好了 schema 好 那裡面呢 預設它給我們 id 還有 time stamps 好 這三個欄位 好 id 跟 created at 還有 updated at 好 這三個欄位 好 那我們還有什麼呢 我們還需要我們當初畫的這個圖裡面的欄位嘛 對不對 好 有 user id title 跟 content 好 那這個 id 它已經幫我們做好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不需要理它了 好 所以我們做後面這三個 好 那我們先來建立 id 好 user id 好 user id 好 你可以看到我是照著這樣的順序排下來的 好 因為這個順序呢 就是之後我們 column的建立的順序 好 他先建立 id 再建立 user id 最後呢 再建立 time stamps 這兩個不同的欄位 好 那我們這邊呢 用 unsigned integer 建立了一個 user id 好 這我們之前有提過嘛 我們要建立連結的話 去連到這個 id 基本上都是用 unsigned integer 這個型態 好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呢 還有我們的 title 跟 content 好 所以呢 回到我們的 item 好 我們繼續建立 好 那這邊呢 是 stream 好 我們來建立我們的 title 再來是 content 好 content呢 我們就用 text 好 去寫它的內容 好 因為 content 的內容可能會很多 好 所以我們用 text 好 去儲存 好 會比較 這個空間呢 會比較足夠 好 那我們做到這邊呢 那基本上就是可以為我們的 post table 建立了這些不同的欄位 好 那這些欄位呢 就跟我們當初設計的一樣 好 那建立完欄位之後呢 我們還要再建立一個特別的東西 欸 還差什麼 我們欄位不是都建立了嗎 我們還差什麼東西要建立 我們還差一個 foreign key嘛 對不對 我們就是為了這個來的啊 我們要建立了一個 column 好 那接下來就要再建立 foreign key 好 這邊的指令呢 就是 foreign 好 foreign 好 我們要建立的 foreign key 是誰呢 是 user id 好 拿這個欄位去建立 foreign key 好 那建立 foreign key的時候 你要跟他說 你要知道對象是誰啊 好 我們要 references 到誰身上呢 好 到 id 這個欄位身上 OK 是誰的 id呢 on users OK 好 所以呢 好 我們跟他說啊 我們要建立一個 foreign key 用誰來建立 用 user id 來建立 好 那這個 user id 是要指到誰呢 好 指到別人的 id 身上 好 那個人是誰 好 users 這個 table 好 所以整個寫下來呢 長得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邊先存個檔 好 那這邊是我們的up 那我們看一下down 好 到呢 OK 我們這邊就是把一個 table丟掉 對吧 把 table丟掉 好 上一次也是這樣做 就是直接把它丟掉就可以了 好 但是這邊呢 這一次要多了一個步驟要做 多了什麼步驟 好 就是你要先把這個 foreign key 處理一下 好 因為呢 當如果你的 table 裡面 好 開始有一些資料了 好 那譬如說多了一些 post的文章 好 那這個文章呢 就會跟 user 去做串聯嘛 好 那一旦呢 有這個連結產生之後呢 好 你要去直接把這個 post的 table 丟掉的時候 欸 他就會提出警示啦 欸 不行啊 你這個資料都還在 你跟其他 table 之間有一些 瓜葛 好 你們之間有一些瓜葛還沒有處理掉 你就想要逃跑 不行 好 他不讓你這樣落跑 好 所以我們要先把這個瓜葛 他們之間的一些糾紛 先處理掉之後呢 好 我們才可以把 post 這個 table 把它移除掉 好 所以我們這邊要多做一個步驟 好 就是呢 先把我們的 foreign key 清掉 然後再讓它 drop table 好 那怎麼清呢 怎麼清呢 我們要怎麼進到這個 table 好 然後把 foreign key 清掉呢 這樣我們到裡面怎麼做 欸 想想看啊 欸 這邊 我建議你先暫停一下思考 好 暫停影片 然後思考一下 我們要怎麼進到這個 table 好 怎麼進到這個 table 好 然後去丟掉這個 foreign key 好 你可以去看一下 Lerval 的官方文件 好 思考一下怎麼做 好 試著做做看 然後再回來看我是怎麼完成的 欸 幫你們做得順不順利 好 那現在換我來試試看 好 我們要進到這一個 table裡面去把這個 foreign key拿掉 好 所以我們一樣用 schema 好 進到這個 table 好 進到哪個 table呢 然後呢 post這個 table 好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 要做什麼事 好 進到這個 function 裡面去做 好 那我們要進去的時候也是一樣 好 把 blueprint table 寫進去 好 所以 schema 進到這個 table 然後把這個 table 弄成 blueprint 丟進來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裡面 繼續對這個 table 去做一些處理 做什麼事呢 好 我們要 drop foreign 好 那我們現在要 drop誰呢 我們要 drop這個 user id 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如果要直接放字串的話 好 我們要知道 好 foreign key 它預設取的名字是什麼 呃 可能是這樣吧 我不是很確定 好 所以我這邊其實我都懶得記說 它怎麼去命名它的 foreign key的 所以我這邊都會直接 欸 去丟一個 array 而不是自傳 好 像我這樣丟一個 array呢 它其實會自動去幫我們產生 做出那個 foreign key 的名稱 然後自動幫我們去 drop 好 所以我這邊都是丟一個 array 進去 好 所以我這樣做 我進到了這個 post table 然後呢 去把這個 foreign key 丟掉 好 那丟完之後呢 再請它去把我們的 post table 整個拿掉 好 所以這樣呢 才會完成我們到的一個 完整的一個步驟 好 那最後這邊呢 我再做一點小小的調整 好 我們剛剛在做 foreign key 的時候呢 很單純的只是建立連結 好 那我這邊呢 希望啊 它再多做一點點設定 好 就是我建立這個 foreign key 的時候呢 我希望它在刪除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這個使用者刪掉了 好 那它還有文章的話 好 這個使用者還有很多文章 在 database 裡面的話呢 這個使用者沒辦法直接刪除 因為他說 欸 你這個 user 你要進棺材之前呢 你還有很多遺產耶 你還有這麼多文章 你不能那麼快就直接進棺材 好 你文章先處理一下 好 先把文章 你的文章都清掉 好 那你這個人才可以進棺材 好 所以呢 如果我們很單純的只是 做這樣的連結 那當你要把這個使用者 把這個使用者刪掉的時候 你必須把它連結的所有東西都清乾淨 你才刪得掉 好 這其實是一般我們 database 好 在建立連結的時候 都會有的一個限制 所以呢 我們這邊呢 可以多加一條設定 好 叫做 un delete 好 跟他說你在 delete 這個使用者的時候呢 順便 好 cascade 好 順便呢 把它的相關的文章也都一起刪掉吧 好 所以我們可以多加一個 un delete cascade ok 所以呢 原本沒有這個的時候呢 他會多了一個限制 就是跟你說 你要刪這個使用者的時候 他會先檢查 你有沒有跟其他東西有什麼關聯 一旦有關聯 他就會說 不行 你底下還有東西 你不能直接刪掉這個使用者 你要清乾淨 清算了以後 你才能刪掉 你這個使用者才能刪掉 好 那我們現在多了這個設定 on delete cascade 就變成說 我要刪使用者的時候呢 好 那你就順便把它的文章都清掉吧 好 那這樣就不會有這些限制的問題了 不過這個限制呢 其實是好的啦 我要替他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限制呢 他在防止你不小心刪掉這個使用者 因為這個使用者如果刪掉了 他底下很多寶貴的資源都會一起消失的話 這件事其實是有點危險的 所以呢 一開始的 database 的操作 都會先以這種鎖定的方式 讓你呢 不要說 欸 我刪掉 user 就可以很輕易的刪掉 大家先看看有哪一些資料跟這個 user 是有關係的 好 那如果真的都清乾淨了 我才讓你刪掉這個 user 為了以防萬一啦 那我們這邊呢 做的這個方式 用 cascade 的方式 就讓他一次清掉 其實是稍微危險一點的 是比較危險的 不過呢 我會很確定說 OK 我今天如果要刪使用者的話 我的確連他的文章會一次清除掉 沒錯 那我既然會用程式去這樣做 那我不如就直接 欸 請我的 MySQL 幫我做這件事 就是一併清除掉這個操作 這樣就好了 所以呢 我就會加一個 undelete 好 請他呢 如果我要刪這個使用者的話 請他順便幫我把他的文章也都清除掉 所以我就加一個 undelete tascade 好 收了這麼多 還不知道我們的 code有沒有寫錯呢 好 我們的 up 跟 down 呢 基本上都寫好了 up 呢 建立了一個 post table 建立了欄位 建立了 foreign key 好 down 呢 先把 foreign key 拿掉 然後再把這個 table 丟掉 好 那我們就來試試我們的 migration 好 回到我們的 terminal 好 然後我們去下指令 先到我們的資料夾 好 然後下 php artisan 好 這次要做的就是 migrate 啦 它是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用動詞 migrate 執行 oh save 看起來我們的 up 呢 是沒什麼問題了 好 確認一下 我們用 sql pro 來檢查一下我們的 post table 是不是正常 好 我們重新開一個新的連線 連進來 可以看到 我們 post table 呢 真的建立起來了 好 有 id user id title content 還有我們的 time stamps ok 這些東西都建立起來了 所以呢 我們的 migration up 好 migration up 這個地方呢 看起來是沒什麼問題的 好 那我們接著試試看我們的 down 好 我們up 沒問題之後呢 我通常都會習慣再試著 rollback 一下 確認我的 down 沒有問題 好 那我才會再重新去執行 migration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好 我們這邊 migrate 成功了 這時候呢 我們試著 rollback 看看我們的 down 寫的有沒有問題 oh save 看起來是沒什麼事的 好 那我們這時候呢 檢查一下我們的 sql pro 好 這時候我們的 post table 呢 欸 真的消失了 真的消失了 好 所以呢 我們的 down 看起來也是沒問題的 好 把我們的 key 拿掉之後呢 把 post table 整個丟掉 好 再確定沒有什麼問題之後呢 好 來 我們就 重新執行我們的 migrate 讓它呢 真的到我們想要的 一個 database 的狀態 好 重新建立我們的 post table 好 那我們的 sql pro 好 重新開一個 connection 好 重新連一下 欸 有了 post table 好 又重新建立起來了 好 所以呢 我們透過我們 migration 的檔案 好 去建立了我們新的 post table 而且呢 還加上這個 跟 user table 之間的 foreign key 那會 不好意思 然後 還是 擁有幫助 很低 如果小小的小小的小小的小的小小